這不用管它 然後我們你可以選Enter就跳第二個 就是轉速 轉速 可是你就可以 看你要調多少 可是我們現在只要80 好了 下一個就是設定它轉的時間 然後我們如果假設我們要90秒 Enter 然後這樣就設定 在第九個裡面就是這樣 我們總共可以設九組 九組數量 你看我現在要這個 8 它總共有九組可以設 那麼九組買了之後要清掉呢 你再繼續設它就清掉了 對 你只要到1按Enter 然後你後面數值再弄下去 它就會變新了 然後現在設好之後 就Enter按下去就 就自動跳了 你就看你要設多少 然後就自動跳了 對 沒有 然後它現在在動 現在動 對 沒有 我說你現在設好了嘛 對不對 你要讓它下去動什麼動 對 按Rong 嗯 按Rong 就是那個手嗎 好 好 26秒 Enter 然後按Rong Rong Rong 它倒數了 欸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過仔吧 過仔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我也不太興趣 對 反正就是最主要就是那幾個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有自動跟手動喔 自動或手動 自動的話它就是它可以離它那邊 它有一個點可以連接到那個 對方的機台 對 它可以設定它多久 就停 轉多久停 然後多久再停 然後在這邊設 它手動的話就是你只要壓它就停 它就轉 它時間到它就停 它就不會再動 那這個現在是手動 嗯 我們壓一次它只會動一次 嗯 那自動它接上機台的話要設哪裡 它有個Auto Auto 哦 Auto 好 它這邊壓Auto的話它就變 它只要感應 Touch到 OK Auto的話就這裡 嗯 Auto 我們要試試看你看 把它設Auto 嗯 好 或只要Touch到 它就動了 哦 好 所以說它就是用那個 電控去控制 它只要有Touch到它就動 嗯 它不用用手去壓 嗯 它現在停了 我只要Touch到它 就是它有接點有充電 嘿 它就停了 充電 沒有 沒有開始了 哦 我懂 但是就要接它的機台就對了 對 接它的機台 也可以用手動啦 你只要選手動就是你有壓它才動 對 反正選手動或是選自動 對 如果自動就是它用設定的 它只要設定好它多久要 還是說它開機 它就 它覺得它就 它就怎麼樣 就是它看它的電控器 好 OK 好